你好朋友,我是幻视里航员阿宋 跟我一起前往今天的世界,掠石城市 未来世界,一场旷古绝晶的战争 几乎毁灭了整个人类文明 地球也因此被严重污染 大陆板块破碎,海洋浑浊不堪 少数幸存者们分崩离析 文明成了一纸空谈 为了活下去,弱肉强食的人们 把城市改造成移动地块 驾驶着他们强取好躲 这种用吞并和掠夺获取资源的城市 被称作律石城市 面对他们,弱小的城市毫无还手之力 此刻,海斯特就处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中 他穿行在人群间,似乎在等待什么 突然,警报声响车小镇上空 他向居民们宣告,略视城市来袭在即 一时间,小镇之上人人自危 居民们乱作一团,仓皇逃窜 小镇也立刻解体,分散而逃 但飞驰而来的,正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劣势城市 伦敦 即便小镇开足马力,仍不足以摆脱坠机 最终还是被伦敦轻易捕获 资源和居民也被伦敦纳为己有 但这正中海斯特的下怀 他特地从荒野赶到小镇 为了就是找到机会,混入伦敦 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与此同时,在伦敦的内部 博物馆的导游汤姆正带领凯特在馆中参观 凯特是伦敦指挥官瓦伦丁的女儿 他正在研究已灭绝的古代文明 巧合的是,汤姆也对此兴趣盎然 他邀请凯特参观自己收藏的众多古代科技 并向凯特展示了一段录像 画面中,一个城市倾客之间便灰飞烟灭 那是被一种名为美杜莎的武器轰炸所致 昔日古文明的毁灭,也是拜美杜莎所致 凯特对古人类的疯狂大惊失色 但汤姆解释,还存在一枚可以终止美杜莎启动的钥匙 但这些武器还是引起了凯特的抵触 离开博物馆后,汤姆前往地下城 去筛选从小镇收缴来的战利品 凯特也结伴通行 在地下城,汤姆遇到了凯特的父亲瓦伦丁 瓦伦丁正捡起一枚古代电池 这位考古学家在伦敦身居高位 曾以研究古人类科技而著名 汤姆十分崇拜瓦伦丁 三个人专注于寒暄 丝毫没有注意,人群中紧盯着瓦伦丁的海斯特 他手中紧握着利刃 借着人群的掩护 海斯特一步步朝瓦伦丁走去 趁瓦伦丁远离人群时 海斯特拔刀刺向他 口中念念有刺 但这一击不足以致命 瓦伦丁反应急时,一把推开了海斯特 当海斯特的第二刀以蓄势待发 不料汤姆突然冲出,将海斯特制住 眼看警察即将赶来 局势愈发不力 海斯特连忙掉头 但汤姆紧跟其后 就连挨了一刀的瓦伦丁 都一拳一拐地跟了上去 三人奔向了一座巨大的工厂 在其内部 电锯和机械臂纵横交错 俐落地拆解刚刚捕获的小镇 海斯特穿行其中 汤姆穷追不舍 走投无路的海斯特 眼看无法摆脱追兵 心一横 自高台上一跃而下 但被汤姆一把抓住 海斯特警告汤姆 小心瓦伦丁 并表示自己的母亲便是被他所杀 随后便挣脱汤姆从高台上坠落 在通风口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时瓦伦丁才姗姗来迟 他得知汤姆已知晓自己的秘密 便一脚将其踢下高台 随后又欺骗赶来的女儿 谎称汤姆两人在追逐过程中 不幸坠落失踪 念一遍 在无边的荒野上 海斯特和汤姆先后醒来 面对陌生的环境 汤姆惊慌是错 他从未离开过伦敦 不得已 汤姆只好请求海斯特 带自己前往贸易城市 再借此返回伦敦 尽管海斯特态度恶劣 但并没有拒绝汤姆 两人在旷野之中寻找出路 紧张令汤姆变得十分健谈 他不断讲述自己的梦想 以缓解两人之间的僵硬氛围 与此同时 伦敦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巨大繁华的掠石城市 早已陷入了资源危机 瓦伦丁希望能源计划能解决困境 但市长对此并不乐观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伦敦的总指挥 瓦伦丁对市长的保守早已心怀不满 他想为伦敦创建一个新的未来 而这个未来正在一个豪华的教堂中 进罗密鼓的准备着 大厅中 一个巨大而神秘的设备拔地而起 无数管道盘横交错 一个女研究员坐在操作台前 他向瓦伦丁表示 再过不到几个星期 这个神秘的计划就将大功告成 如果能得到大量的古科技 这个日期还会缩短 两人又说到海斯特 得知近日伦敦捕获了一名复生人 而复生人也想要追杀海斯特后 瓦伦丁决定借刀杀人 指使复生人去除掉海斯特 而荒郊野外的海斯特和汤姆 在夜晚只能被迫露营 肮脏的泥水和过期了一千多年的面包 勉强让二人避免了饿死的命运 而在海斯特正在休息时 汤姆仍不死心大声呼救 但这阵声音 竟然引来了危险的夜间军队 一旦被找到 二人必将被碾成肉泥 他们拼命逃跑 中途海斯特不是摔倒 腿被磕得血肉模糊 然而正当巨大的车轮 即将碾过二人的头顶时 地面突然凹陷 海斯特和汤姆跌入地下 保住了一命 原来地下隐藏着一个移动地块 地块的主人对二人出手相助 并给予他们住处 还答应次日送他们前往附近的城市 躺在床上 海斯特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的母亲是位考古学家 和瓦伦丁关系匪浅 但在海斯特八岁那年 母亲却挖掘出了一个神秘的箱子 里面正是瓦伦丁渴望已久的东西 海斯特的母亲知晓 箱子如果落入瓦伦丁的手中 世界难免再度陷入危机 母亲不愿交出箱子 他让海斯特快跑 并交给海斯特一个挂尸 但自己转眼间就被瓦伦丁刺死 海斯特也在逃跑时被刺伤 他那时便发誓 有朝一日要为母亲报仇 深夜 海斯特突然发现房门被紧紧锁住 他和汤姆被困在了屋内 海斯特心觉不妙 于是指使汤姆从地下的出口逃走 但汤姆不愿丢下负伤的海斯特 正在这时 移动地块的主人 带着两名大汉推门而入 三人都拿着武器 逼迫海斯特和汤姆束手就擒 原来他们是一伙人贩子 绑架乘客后 再转卖给有钱的奴隶主 眼下一车人都被运往了拍卖会 轮到海斯特被竞拍时 一位戴着墨镜的短发女人开出高架 这位女性正是因为反对移动城市 而被伦敦巨额悬赏的方小姐 受悬赏的诱惑 拍卖会的恶徒们企图抓捕方小姐 但却被其一枪抱头 紧接着 方小姐又连杀数人 并催促海斯特快跑 海斯特和汤姆连忙趁乱离开 但腹神人伯劳却在这时从天而降 他全身遍布机械 拥有超群的身体机能 在人类面前几乎宛若神明 伯劳要求海斯特践行诺言 否则将会被自己处决 二人面对这等生物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幸好方小姐驾驶飞艇及时赶到 今两人成功脱身 在飞艇上 面对困惑不解的海斯特 方小姐说起了过往 原来她和海斯特的母亲潘多拉 曾是昔日好友 潘多拉死后 方小姐寻找海斯特多年 但一直不见其宗 直到今天看到伯劳 方小姐才知道 海斯特当年去了哪里 又是如何活下来的 原来失去了母亲的海斯特 在野外精疲力竭昏倒在地 是路过的伯劳把她救了回去 她还不忘捡起 海斯特掉在地上的挂饰 细心地收起 在伯劳的移动地块里 二人朝夕相处 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 而海斯特经过长期的观察 也发现伯劳并非是一个无情的机器 他仍保留过去的记忆与习惯 并为不幸的海斯特感到悲伤 为了让海斯特幸福 伯劳打算将海斯特 改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复生人 这样痛苦就无法再侵蚀他分行 尽管海斯特会短暂地死去 但很快他就会在钢铁的躯体中重生 为了陪伴波浪 为了令自己不再悲伤 海斯特答应了波浪 但在六个月前 海斯特意外得知 伦敦已经行之附近 仇人瓦勒丁和自己仅有咫尺之隔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海斯特决定要履行誓言 为母亲复仇 不得已他违背了和波浪的诺言 悄悄潜入了伦敦 随着交谈的进行 飞艇也在这时到达了目的地空港 这是一座山国所建造的天空之城 居住于其中的所有人 都隶属于乳山组织 眼下组织似乎正为应对危机做准备 海斯特和汤姆也受邀参加会议 八年前瓦伦丁夺走的东西 对于乳山似乎十分重要 但海斯特只能想起 那是一个印着花纹的古科技 众人为此议论纷纷 无意中提到的融合胶变电池 这使汤姆想起了 瓦伦丁那天在地下城捡到的电池 如梦初醒的汤姆 拿起纸笔绘制了一个图形 和昔日刻在古科技上的花纹如出一辙 原来瓦伦丁夺走的是一个危险的电脑核心 借助这个核心 瓦伦丁就可以控制 曾经灭世的量子武器美杜莎 而一旦美杜莎启动 世界将再度面临浩劫 但乳山也并非无计可施 还存在着一个手段 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只要启动能够终止程序的钥匙 美杜莎就会开启词毁 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 如何才能找到这枚钥匙 与此同时 在伦敦的那座教堂中 由于汤姆收集的大量古代科技 被瓦伦丁找到 美杜莎得以借此提前启动 她是所向披靡的武器 拥有了它 征服世界也不在话下 但市长却对此毫无兴趣 她要求瓦伦丁立刻终止美杜莎 然而现场无一人听令 伴随着一声枪响 市长被击倒在地 政变开始了 政变结束了 现在的伦敦 已经被瓦伦丁掌握在手中 而在汝山的飞艇上 正当众人还在为解决美杜莎 一重莫展时 附生人伯劳突然赶了过来 她在空港发动袭击 即便面对无情倾泻的待遇 她依旧执着的朝海斯特走去 终于在一座断桥上 伯劳追上了海斯特和汤姆 伯劳打算先杀死汤姆 但面对海斯特的请求和哭泣 不知是因为理解了海斯特的人格和爱 还是因为察觉到自己即将死去 而杀掉海斯特 也只会令她的死毫无意义 总之伯劳止住了动作 她将多年前捡到的 海斯特的吊坠物归原主 她告诉海斯特 她已经解除了那份 将海斯特重塑的誓言 随后便倒在了桥上 看着一幕幕闪回的记忆 伯劳回忆起了 和海斯特相处时的点点滴滴 以及作为人类时的幸福回忆 那是她人生中最珍贵的画面 而此刻 遭遇伯劳重创的空港 也在熊熊大火的包裹中坠落 但海斯特等人都顺利登上了飞艇 成功逃了出来 他们朝山国飞去 准备迎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 伦敦在瓦伦丁的带领下 也正加速朝山国开进 山国的资源丰富无比 手握面试武器美都沙的瓦伦丁 仿佛已经看到了伦敦的崭新未来 到达山国后 汝山的众人找到州长 一起商量对策 方女士建议先发制人 在美都沙启动之前将其炸毁 但这引来了汤姆的强烈抗议 她是伦敦人 不忍看自己的家乡遭遇袭击 但为了滋味 山国人也别无他法 汤姆只能负气地离开 但海斯特放心不下 来到监视寻找汤姆 然而海斯特意外看到了一堵墙 墙上的一个标记 和母亲留给她的挂石上 所刻的一模一样 海斯特顿时灵机一动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挂石 慢慢将它拨开 挂石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铁片 那正是用来关闭美都沙的钥匙 这是山国 甚至是世界唯一的希望 另一边 伦敦与山国已近在咫尺 伦敦的无数飞艇盘旋在空中 美都沙也已准备就绪 面对危机 山国拉响了警报 一时间军民们乱作一团 美都沙的第一次袭击也随之到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 半个山国请客间化为火海 眼看着国家覆灭在即 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汝山组织的成员 以及自告奋勇的海斯特和汤姆 齐齐登上了飞艇 他们计划潜入伦敦 使用钥匙中止教堂中的美都沙 但伦敦的飞艇也前来迎击 一场激烈的空战就此开启 方女士和海斯特在战友们的掩护下 趁机成功潜入了教堂 前来阻止的瓦伦丁被方女士拦住 而海斯特则携带钥匙 去往教堂中心 将美都沙关闭 在缠斗之中 方女士成功为海斯特拖延了时间 使美都沙被顺利关闭 自己却不幸阵亡 跌落地底 瓦伦丁眼见大事不妙 准备逃跑时 等候在他面前的 却是手持枪械的海斯特 仇人相见 分外掩红 两人对峙时 瓦伦丁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他竟是海斯特的亲生父亲 此事令海斯特无比震惊 正当他动摇之时 瓦伦丁一击将他扑倒 两人缠斗在一起 胜负难分 索性桃姆及时赶到 顺利将海斯特接走 而瓦伦丁则被紧随其后的轰炸袭击 坠向了地面 摔得不省人势 恰好这时 不断行进的伦敦也到达此处 他巨大的履带仿佛无坚不摧 直挺挺地掩过了瓦伦丁所在的地块 终于使作俑者和最后的灭尸武器 都回归到了尘土之中 在山国人的包容之下 幸存的伦敦市民也得到了收容和谅解 世界再度重归和平 重获新生的海斯特和汤姆 在飞艇的甲板上紧紧相拥 虽然过去他曾失去了很多 但索性还有无限的未来 只要生命尚存 就仍有无尽希望 文明也会因此生生不息 本片完 《略识城市》是一部上映于2018年的美国科幻大片 有着细致的末日设定和精彩的特效 是一部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电影 同时它剧情紧凑 逻辑严密 伏笔众多 环环相扣 人物设定也十分吸引有趣 其中最特别的角色 就是海斯特的附生人养父伯劳了 尽管他是被机械改造过的人类 但伯劳真挚的爱 还是和瓦伦丁的虚伪自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让人觉得讽刺 大家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物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别忘了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搜 请不吝点赞